《華爾街日報》10月21日 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說 中共政府對喀車巨頭滴滴 和另外幾家企業的網絡安全調查 正在埋尾 預計有關部門 最快將會在11月公佈調查結果 北京近年來 一直希望將國外上市的中國科技公司 轉移到國內或香港上市 這是政策優先事項之一 《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中國政府擔心美國監管機構 對擁有可量數據中國公司的審查 可能會帶來政治或國家安全風險 總之企業在香港二次上市 意味著任何一種 最終由美國退市的情況 無論是出於選擇 還是由於監管壓力 對公司和其投資者的干擾都會比較少 過去兩年 幾乎所有中資企業都選擇在香港上市 包括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和百度公司等 在美國上市的公司 也已經在香港發行股票 《華爾街日報》早前報導說 中國當局正計劃提出新規則 禁止擁有大量敏感消費者數據的中國公司到美國上市 滴滴出行在美國上市才幾天 就被中共當局啟動網絡安全審查 隨後這一波對中國互聯網行業打擊 開始波及到阿里巴巴和騰訊 兩位消息人士表示 為中國貨車運輸業提供類似Uber服務的滿邦 已經尋求在香港上市 一位人士說最早可能明年會在香港上市 這個決定在當局審查開始之前已經作出